来到医师之后呢 都听说啊 这儿的过早是非常出名的 什么叫过早呢 就是吃早餐的意思 它这儿的这个早餐的品种呢 是非常丰盛的 尤其呢 有样东西非常受欢迎 就是恩师的一个特别著名的烧饼 那这家店呢 现在就在我的左手边了 你好师傅 你好 这个就是刚刚出炉的这个烧饼是吗 哇 热切腾腾的啊 一锅的话大概能切多少个烧饼啊 十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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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个啊 十七个 那每天来买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啊 对 他这不饮嘛 什么 这不饮 这不饮 供饮不求 供不饮求 那您是这儿住在这儿的吗 我给我是买烧饼的 买烧饼的 买烧饼的 恩师烧饼被当地人称作 恩师土家族的披萨饼 这家不大的烧饼店 在恩师非常有名 卖烧饼的甜发油 已经是这家店的第三代传人 他不爱说话 埋头做这烧饼 烧饼摊钱 围买了顾客 当地人告诉我们 很多在外地工作的恩师人 每次回家 都会买上几十个烧饼装上 甚至在乘飞机时的唯一行李 就是一堆烧饼 小小的烧饼 又是如此大的魅力 那您能跟我说说 这烧饼就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香酥 香酥 别人 嫩 就是外酥里嫩 那为什么能够做成那样的呢 这个是不是您的工艺和手法是非常特别的呀 这个要分极限换的 揪下大小适宜的一个个面团 稍稍揉扁之后 抹上猪肉馅和香葱 卷起来再揉 然后又揉扁 再抹上辣椒等调料卷起来 再轻轻按压一下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要抹两次馅料 这样才能保证味道全部渗透在面饼中 阿姨告诉我们 他们一天只做200克烧饼 从早上七点开始售卖 一般八九点就全部买光了 刚才我们卷成一个像包子一样的那个饼 然后我们那个老板娘给汤平了 然后擀平之后呢 在上面刷了一层 这是酱油吗 刷了一层酱油 然后再放上了这个芝麻 最后只剩下下锅了 恩师烧饼摊都有一个旺样的炉子 用煤炭生火 把做好的面饼 蘸了水贴在炉子的内壁上 就等着烧饼出炉了 您家的这个烧饼是 现在我看师傅在做 他这个是谁传给他的呢 他第一次 我们第一个爷爷 我是他姐姐 您是他姐姐 他一个爷爷 是亚伯 现在人是谁传民国 那在他爷爷之前呢 在他爷爷之前 也是一个原来 主传 下面做的 在民国年间 他们家的田氏烧饼 就是当时周城最有名的两家烧饼店之一 听说 田家的烧饼技术 是一个流浪乞讨者所传 很多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天 一名在安施城的流浪乞讨者 饥饿难耐 无人收留 田家好心收留了这名乞讨者 乞讨者临走时 为了保恩 便将烧饼技术传给田家 从曾经二两粮票 到现在的四块钱一个 田家烧饼 一直伸手恩师人的喜爱 真的 你看 其实下去了 一会儿之后 你光看那个饼的外表啊 就已经能看出它非常酥了 你看那颗 对吧 我稍微撕一点下来 烫 哇 你看 这边热气腾腾的 嗯 真的像刚才阿姨跟我说的那样 就是 外酥里嫩 你看这个表皮 因为它是 贴在这个颅壁上面的原因 所以说它已经完全酥化了 但是里面啊 却很嫩很嫩 再加上 特有了这个 一点点的 咸味 还有辣味 还有这上面的芝麻 使得这个整个饼特别香 热汤汤 香喷喷 饭油冒泡 松软酥脆的烧饼 口感咸香酥脆 外焦里嫩 咬上一口 馅料的滋味全都渗入口中 味道令人难忘 周围的恩世人都在蒸香购买 有的还拿个小盆 装上十来个 有的买完就忍不住吃上几口 品尝着熟悉的家乡味 在这个闲事的小城市里 带着烧饼箱的早晨 让我们觉得如此